那么接下来四日劳母是四十道章经里面的经文 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佛言圣物是你色 一莫共言矣 若以余者正心失恋 我为沙门 除以着势 当如莲花 不为尼乌 想起劳者为母 长者如己 少者如昧 智者如子 生肚脱心 息昧恶恋 我们感应一篇会编这经文 是从这个地方出来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 只要是说佛开示 告诉这些沙门 以及弟子门 圣物是你受 要谨慎自己的心念 当你见到女色那一刹那 不要跟女色讲话 这个是我们最容易患的 一莫共言矣 那如果同事怎么办呢 联友怎么办呢 朋友怎么办呢 尽量不要说 凡夫就是凡夫 会起心动念 你对他好 他就会起心动念 起汤爱心 一莫共言理 尽量不要讲话 最好能质疑 不要讲话 比较好 因为我们喜气 无量无边 我们的爱意种子 无量无边 有些是过去生的 见属阴连 都有可能 若以仪者 如果不得已要跟他讲话 要正心失恋 要端正心念 端正自己的身口意 端心正义 我为沙门 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是一个沙门 除以着事 我在今天这个五着卧事 当如莲花 我心应该保持像莲花这样 出污泥而不然 不为泥污 我应该保持清静心 不被这些 你受 五欲所污染 想起老者为母 你要观想年纪比较大的 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长者如子 年纪比你长的 就像自己的姐姐 少者如妹 年纪轻的 就像自己的妹妹 智者如子 非常幼小就像自己的女儿 生肚脱心 喜灭恶恋 应该生出肚脱的心 能够这样去观想 自然就可以喜灭恶恋 这个是一个 佛陀开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做不到 也一定要做到 做得到 你就能够 心如莲花 不为泥污 啊 啊 谢谢观看